镜头带到南区的玉里镇 玉里清洁队有一位员工快筛有阳性的反应 目前隔离 等待PCR核酸检测 而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城 则是呼吁大家不用慌张 已经折层全体员工都要做快筛 并且也呼吁北荣玉里分院 来配合政府的政策启动快筛站 提供邻近社区居民筛检服务 而符合资格的民众 也特别的赶快到快筛站来进行筛检 玉里镇上都可以看到清洁队员在消毒 全部武装就是为了玉里证明远离这波疫情 不过玉里镇清洁队在25号 有为员工快筛出现阳性 目前隔离等待PCR核酸检测 玉里镇长江东城也呼吁不用慌张 已经责成全部的员工都要做快筛 玉里镇的我们政工所 有一个公务人员包括我们清洁队员 在外做卫民职务的工作 也在外面接触很多的民众 所以我在这边我们 玉里镇公所的所属职员工 包括那个清洁队员 从今天下午26号一直到28号 也会前往玉里农民院做一个快筛的 一个自我健康管理的一个动作 并且也呼吁民众目前北荣玉里分院配合政府的政策 启动快筛站提供邻近社区居民筛检服务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到快筛站筛检 我想这个快筛的一个作业的工作的话 都是一个连续性的 我请我们所有的这个 议理的这个乡亲和里民 大家这个可以替自己把关 前往这个相关的一个医院做一个快筛的作业 镇长表示平时做好防疫新生活 以肥皂勤洗手避免用手触碰眼口鼻 持社交治理 口罩戴好落实实联制 落实居家环境清洁消毒 生病在家休息或者是就医 正向防疫保持心情愉快 坐火守护玉里镇民的健康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玉里镇 记者高双玉里镇晩户 在家的美国